好 感謝齁 我現在只針對剛剛那個慈濟方便這一邊提出來跟我們說明的這些簡報做一些疑問的探討 第一個是這個事實上即便這個地方已經被柏佑都給填了 那事實上他鉤府的地形地質環境完全沒有改變 請你們不要模糊焦點 第二我們希望你們是在保護區的框架底下做使用 而不是變更保護區 第三個以往兒童醫院的時候曾經做過環評 環評的條件一直都是存在 那一些條件一些地質條件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實際如果一樣要在這裡申請開發 請你們依法環評 第四個在你們的說明書裡面 第五頁 剛剛你們給記者的第五頁 101年8月提交計劃 計劃案 有這一句話對不對 OK 16日 實際告訴我們守護聯盟說 你們沒有辦法提出計劃書給我們來當溝通的資料 這個是我們一直無法協商無法溝通的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因為你們不提出你們送件的資料給我們參考 我們沒有辦法和你們一起討論 第五條 關於你們寫到的一個散經濟的這個部分 這是你們自己的這個剛剛發給我們大家的善經濟 我想這個這個詞 對我來講非常的陌生 我想啊猜測 可能是來自於兩年前在都發局開會620次序會那一次講的 調和經濟變來的 不管是善經濟或者是調和經濟這些你們自創的名詞 希望官方市政府都委會那邊都能夠對你們這個名詞 能夠有所定義和解釋 好第六點 剛剛蔡部長提到了一句話 我非常的贊成 但是我一定要提出來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塊地是不是值得保護的保護區 是不是值得保護 剛剛蔡部長講的這句話 穩如實的把它抄下來 是不是值得保護 我們大家來想一想 那麼剛剛提到的包括圖書館 清安居等等的各種設施 我覺得這是一種對李明的利誘的行為 這是一個利誘的行為 這是一個烏魯李明的行為 再來第七點 智宏亮 我從你們放出來的圖片裡面看到 1910加910 所以我的數學如果沒有太爛的話呢 是2820立方 28202820 這塊地應該至少要有4萬以上的自宏亮 你們設計的只有2820 第八點 實際接手前面新路公司的這一塊土地 以及它的建築物都是違建 那麼所以實際的這些受人尊敬的基層志工 在這裡做環保事業 承受高溫 受苦受難 我認為這是實際 你們找錯地方所造成的錯誤 不要把這種錯誤 推在這個保護區 能不能變更這個上面去 不要讓我們人民 反對你們變更實際 變更這個保護區的人民 覺得有罪惡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再來 大溝溪 智宏池 有13萬 剛剛提到 沒錯吧 13萬啊 這是一個很大的量 大溝溪的這個位置 地理位置很高 比這個慈濟的基地高很多 所以當它如果滿水位的時候呢 它相當於是一座很可怕的艷色湖 請注意這件事情 另外剛剛慈濟也談到了好幾個抽水站 所以可以排除這個水災的問題 那麼我想提醒慈濟 如果大家都是要依賴這個抽水站 表示呢 是把自己這一塊地 應有的吞土量 這些水的吞土量 這個責任推到別人家去了 好再來第11條 剛剛蔡推部長有提到 一年有200多個團來訪 沒有錯吧 200多個團來訪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這麼頻繁的來訪 這個交通量變化會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不可能沒有影響到這一塊地的安寧環境 這不可能沒有改變 交通量請你們考慮一下 好這一點呢 再來第12點 請你們翻開第15頁 剛剛前輩念位太太說要性平契合 所以我也性平契合的拿出禁止語來看 好 金之語這個 有一句了 感恩 回饋地球的發法 就是堅持環保 OK 只是環保可能我們大家定義都不同 好 不好意思 我佔了很多時間 但是我還有兩條要講 剛剛提到 請你們打開第15頁 第15頁 第15頁的回答 這個3號 第二行 內湖的自殺率比其他地區都要高 歸於這一點 我已經在之前跟慈濟基地裡面的林鄭雄師兄很嚴厲的抗議過 因為我向台北市衛生局問過了 沒有這回事 請你們慈濟不要再消費自殺這件事 這種操作模式 以前的一灘血事件是一模一樣的 我相信 實際不希望再惹起任何一次的一灘血事件 甚至於走到訴訟的地步 OK 最後一個 你們剛剛提到了那個余烈先生說的 只要不要去動到春巷坡 但是你們的房子 尤其是那個北基利向後退 這麼明顯的是在討好大紅內閣 這個 我很不客氣的講 是在討好大紅內閣 這個房子那麼靠近山 這個鉤谷的地形 你們挖的是脫腳 你們沒有挖順向脫 是事實 可是你們要挖的是脫腳 OK 謝謝各位聽我講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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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